看看新闻网 佩服职业妇女 真是有颗坚强的心 大家也别操心 我们都很快乐 生活不予匮乏 最近一位婆婆张兰 被法院冻结了财产 经纪人表示 大S将在今年7月份 全面付出 先出书再拍戏 赚钱养家 这不仅让网友们 纷纷感慨 大S夫家落难 豪门梦碎 今天这条微博 显然是大S 针对网友们的猜测 做出的回应 在晒出两张女儿 可爱照片的同时 分明是在强调自己 不是职业妇女 生活不予愧 我老公的投资 是他自己的投资 就像是我妈妈的钱 是他的钱 我的钱是我的钱 是一样的道理 他妈妈做的投资 是妈妈的投资 他自己的投资 是自己的 就像大S说的一样 这次张兰被法院 冻结财产 其实并不会影响到 他们夫妻的财产和生活 但是明星抛头露脸 真的就是一张面子 如今一线深 就被媒体追问 加上网友们纷纷说 他降入了伪豪门 从一开始就上当受骗了 这其实才是大S最在意的 那首先 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张兰汪小飞的豪门真伪 首先我要定义一下 什么是豪门 对吧 并不只是说 你家里面 你会让这一夜暴富 你就是豪门或怎样 那我觉得 一夜暴富的人家 还更像是新贵吧 那么其实我们说 豪门她真正能够去接纳 这样的一个娱乐圈的媳妇的话 其实不多的 但是新贵就会有 在2010年底 当汪小飞宣布要迎娶 比自己大五岁的明星大S时 张兰就显得非常欢迎 为此还在三亚包下酒店 为儿子举办盛大的婚礼 大S的婆婆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翘佳南的掌门人 那个张女士 她应该算是新贵吧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她也很高调 形势非常张扬 为什么 因为她需要 她需要这些张扬的东西 来为她还不稳定的 这样的事业 能够憨实基础 所以说对她来说的话 能够有大S 孕育着她的媳妇 她当然很开心 因为大S也是个成名的女性 所以借助大S的人妻 或者名声 也可以为他们家族的事业 去推波助澜吧 其实在2008年 为了尽快让翘佳南上市 张兰引入顶辉创投的 两亿元人民币 并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 承诺翘佳南最晚 在2012年底之前 必须上市 此时 儿子和大S的婚礼 正好让她有了个 炒作自己的机会 以此树立餐饮女王 创业女强人的形象 甚至故意和内地首富 王健林扯上了关系 但没想到 却被王思聪无情揭穿 之后引起了一轮狗血的 网上骂战 而这次张兰被法院 冻结财产后 愚恨未消的王思聪 更是落井下石 在微博上说 大S已哭晕在厕所 刚蹦都没了 怎么办 因为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的性情是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所以我也不想回应他 一个不认识的人说我什么 其实对我来讲 是真的不痛不痒 可是他就会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人家要说 他的不好 或说我的不好 他就很容易在 第一时间就上网 去跟人家吵架 然后现在都有被我劝阻 所以他现在休养 也比较好一点 看得出来 大S一直在媒体面前 紧力维护老公 王小飞的形象 那既然夫家一开始 就算不上什么豪门 大S和王小飞结婚生女 算是上当受骗吗 以大S如此精明 他怎么会被骗呢 他难道不知道说 他家的妇婿是怎样吗 他的妇婿的家庭 在经营的怎样的一份事业 经营到目前 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应该他们圈内都很清楚吧 因为我们的汪公子 也是金城四少之一嘛 应该在娱乐区还很有名的 所以这个只能说 你情我愿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 大S和他的妇婿 遇到了问题的时候 那我觉得大S态度也蛮好的 他也选择说一起去面对 那因为既然是自己选择的 就无怨无悔吧 其实自从大S和王小飞结婚以来 各种负面新闻就不绝于耳 从大S迟迟为怀孕 被逼离婚到家暴 让很多人对这段婚姻都不看好 如今又遭遇到 附加经济上的波折 即便大S在场面上表现得多么淡定 那这段婚姻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这要看女明星在嫁人的那一刻 她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 她如果期望是说是依赖 附加的财产的话 那么当附加的财产缩水 她一定会很失望 但是如果女明星她也是人啊 她如果说是出于爱情 更多的是对对方人的看重 那么如果说当对方出现一些经济状况的时候 她会觉得说好吧 那我愿意一起来面对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这个人 她就不会那么的失望 或者那么的受影响 早在去年 汪小飞就因为出卖股份 而失去对翘翘男的控制权 日前传出她租下了台北一栋大楼 计划投资新的事业 而当S也表示全力支持老公 毕竟汪小飞比大S年轻五岁 长得也算一表人才 虽然现在家族资产缩水 但大S本身吸金能力就很强 作为一线女明星 有人统计 如果她付出一年光代言和电影 收入应该在两千万以上 而对于普通的女明星要嫁入豪门 又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李建设呢 就是你在嫁入对方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你嫁的是什么 你嫁的是钱 那如果有一天钱没了 那是不是你们的婚姻也结束了呢 那如果说你嫁的是个人 那么你就要问自己 你之前你看清这个人了吗 而不是说在婚后会觉得说 天哪原来她是这样子的 看来不管嫁的是豪门还是寒门 真正的幸福永远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